大家好 為什麼我會影響呢? 因為根據現在手上的資料 定義CraftsTube的訂閱人數已經是991個 對於一個不是賣笑又不是賣樣的人來說 這已經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再看看自己的頻道 只剩下一些很入的化妝片和無聊的教學 竟然會有人看,有人追,有人訂閱 所以真的很開心 其實最初都是因為無聊才會拍影片 真的想不到有這麼多人喜歡看 而且我也認識了很多朋友 其實這是一個無界的得著 為什麼最近會少了這麼多影片呢? 因為想過放棄不再拍影片 因為我在想 就算拍影片拍得不錯 也不會引落你成績表 也不會對你將來做事有幫助 但我再看一些留言 你們的留言實在太有用了 所以我再看你們的留言 便會覺得不要放棄 其實一開始 都沒有跟同學說 但現在越來越多同學知道 我已經看開了 因為有人喜歡看 但暫時就不知道誰不喜歡看 其實偶爾也有人訊息 我問我可不可以跟他做朋友 其實我是絕對歡迎和大家做朋友 我都說過 其實你們喜歡看我的影片 已經是我的朋友 那我就不希望大家會覺得 我是一個很高鬥和很難接觸的人 其實我已經拍了兩年影片 終於來到一千人了 到了一千人的時候 我打算有兩個神秘的活動 就和大家進行 第一個活動我已經公開了 就是一個抽獎的活動 第二個活動就是 不趕著 到了訂閱一千人的時候 再和大家說 今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聊吧 拜拜 來吧